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选英超10月最佳 在孙兴明惊艳表现的帮助下 热刺队在竞争激烈的英超联赛高歌猛进 目前排名积分榜第二位 利亚利物浦 切尔西 曼城等夺冠大热门 如今不光亚洲球迷们在吹捧孙兴明 他的强势表现也令欧洲足坛佩服不已 在近日英国的一档体育栏目中 嘉宾甚至认为孙兴明比巴西头号巨星内玛尔更强 在名为Talk Sport的节目中 前阿森纳球星 前热刺球星奥哈拉对孙兴明赞不绝口 他表示孙兴明毫无疑问是世界级球星 他可以做任何事 既能自己进球 也能帮助队友进球 最近的八场比赛 他贡献了八球二主攻 奥哈拉表示 孙兴明已经有好几个赛季的顶级表现了 并非其中的一两场比赛发挥出色 他就是目前英超最好的球员之一 就当前来看 他比内玛尔更优秀 即便他去如今的拜人队 也是一流的 也能表现得很好 热刺名秀的观点 顿时在媒体和球迷间引发了热议 虽然拿孙兴明和内玛尔相比有些过了 但有一点不可否认 孙兴明已经是世界级球星 而且勤奋自律的韩国人会将这样的出色状态保持很多年 本赛季孙兴明代表热刺队 批了13场比赛 共打入10球 外加5次主攻 队内仅次于凯恩的13球10主攻 10月份的孙兴明是表现最好的 而进入11月份后 凯恩的表现更高一筹 热刺在双子星座的带领下 本赛季前景令球迷们充满了期待 只要凯恩和孙兴明保持健康 热刺本赛季一切皆有可能 近日韩国队内的感染风波 就把热刺上下惊出一身冷汗 正在奥地利进行热身赛的韩国队 赛前查出有5人感染 幸运的是孙兴明检测结果 成英姓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